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继续改造1200万平方米左右的城市澎湖区 那么我们到现在为止 1200万平米已经接近完成了一半了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一款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小宇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暴雨中的民生安全 山城重庆是我国西南最大的工商业中心 是长江上游水路交通的枢纽 但是同时 重庆在全国崩塌滑坡最严重的70座城市中 也同样是位类第一 因此每年的汛期是重庆防灾减灾任务最重的时期 2015年的6月以来 重庆更是遭遇了多长大的暴雨 尤其是在一些老旧房屋和居民区更是险情不断 进入6月 重庆市连降大刀暴雨 多地区因暴雨发生险情 6月1号凌晨 重庆市北贝区遭受暴雨袭击 位于北贝区金刀峡镇盛天湖附近的一条河沟 水位上涨 河道扩宽 导致在此露营的18名旅友被困在山脚下 接到报警后 北贝消防支队立即调派辖区中队两辆消防车20名消防官兵赶出现场紧急救援 由于河水湍急河道太宽 消防官兵决定利用绳索的横渡河道救援被困的人员 在被困的人员中还有6名56岁的小朋友 他们无法抓捞绳索 最后他们与消防队员绑在一起才安全回到岸边 采用了大船横渡和大船牵引 然后在保证每一名群众有救生意的情况下 成功的将18名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6月13号 重庆市万胜区黑山镇渝滋港讲学路段 原本干涸的河沟突发红浪 两辆汽车和三名群众被困在水中 接到报警后 消防官兵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终于将三名群众全部安全救赎 6月17号下午 重庆长寿区一位驾驶员驾驶车辆行驶至 电站下游水大公里中间时 上游水游突然一泻而下 瞬间将车辆围困在洪水中央 接到报警电话 长寿区消防官兵立刻赶到现场 根据现场情况 利用一名消防官兵携带绳索 由止离岸边7米左右的巨石 在上面建立支撑点的架设绳索 20分钟后 终于将驾驶员营救上岸 暴雨袭击险情不断 就在距离 这次营救行动刚刚过去12天 又一次危险再次来临 6月29号重庆市三十个区县 又一次迎来大大暴 其中铜南等区县达到特大暴 30号重庆市迹象局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就在同一天 位于铜南区的一处民宅 在经过暴雨的冲刷后突然倒塌 两名70岁的老人被困在废墟中 王雨龙重庆市铜南区消防大队建设中路下市 是第一批赶到现场执行救援任务的值班班长 当时这边房子这一侧还稍捏好一点 就是到了这一侧以后 这边就是坍塌了 下面就空了 那人当时是被埋在哪边 当时老太太就埋在这个位置 就大概这个位置 老头子就埋在这了 对 画面中下半身被埋在废墟中的老人 名叫王承英 今年70岁 在他身后 全身几乎都被掩埋在土中的老人 是王承英的老伴吴永皇 今年也是70岁 接警后 铜南区第一批消防救援官兵 五分钟便赶到了现场 然而现场复杂的条件 却给这些救援人员提出了一道难题 最大的困难是空间小小 容易造成第二次伤害 上面随时可能造成松动 掉碎石啊等等 倒塌的部分 位于房屋靠近排水沟渠的地方 房屋地基距离下面的沟渠 还有两米左右的高度 周边的房屋也在暴雨中 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此时天空还下着小雨 如果再次坍塌 两名老人将直接掉到沟底 被废墟引来 为了保障老人的安全 一次只能两三名消防队员 在老人的周围活动实施抢救 救援现场周围是一片老旧房屋 道路狭窄 垮塌的房屋位于坡地上 进出只能通过眼前这道狭窄的阶梯 消防救援的大型器械 根本无法进入 只能依靠消防队员们 无所谓的 今天清点清点 真懂不得 现在这个砖都已经跌了 你不能用铲子那些 因为怕把老太太造成第二次伤害 就在消防队员徒手清理 王承英周边的砖土时 老人时刻惦记的 却是身后埋在废墟中的老伴 我老是楼下在楼子嘛 此时 另外两名消防队员 也正在王承英的身后 抢救被困在废墟中的吴永华 但是由于吴永华全身大部分被埋在废墟中 身体又被几块大石头压住 因此经过紧急研究 队员们决定先把王承英抢救出来 先把他抢救出来 因为他好抢救一点 弄出来以后 现场空间就大 空间也大 他容易再继续抢救老头 随着挖掘的进行 加上天空一直下着雨 周围土石坍塌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消防队员也给两位老人戴上了安全头盔 并随时观察着周边的情况 上门接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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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十几分钟的连续挖掘 上午九点五十分 王承英老人终于脱离了险境 此时 王承英的老伴吴永华依然困在废墟中 消防官兵立刻把全部精力 集中到抢救吴永华的行动中 为了防止突然坍塌 一名消防队员时刻用双手接住吴永华 其他队员则想办法尽快挖出他的全身 上午十点左右 第二批消防救援人员也赶到了现场 王国勇是这批救援队员的执勤班长 整个下山全部是被泥土 还有装块那些买样 当时还有意识吗 当时意识还是算比较清楚 此时雨越下越大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从早上发生垮塌时算起 吴永华老人已经被困在废墟中一个多小时 周围发生二次坍塌的可能性也在加大 为了保证老人的安全 救援队员不敢使用铁锹等工具挖掘 只能换着班 一边用双手清理吐石 一边想办法挪走压在老人身上的大石块 救援三脚架用不了 消防救援人员尝试着徒手搬运这几块大石头 经过几个人的合力 压在最上方的大石块终于被挪走了 但是直接压在老人身上的石块体型更为巨大 加上大部分掩埋在泥土中一时难以搬运 最后我们只能用绳子在石头上打一个结 然后用人把那个石头给抬开 由于雨越下越大 老人周边二次坍塌的危险也逐步扛高 王国勇不能直接站在老人身边挖掘 只能靠两名队友抓住他的脚 人趴得坑 救援人员先后换了两个窍盾 多次试图抬起石头将老人拖出来 石块虽然轰动了 但是老人却还是无法拉出废墟 上面的救援队员们一边用力拖动石块 王国勇和其他队员便在石块下方 努力多刨出一些图石 经过几名消防救援人员连续放个多小时的轮番挖掘 老人周边的泥土终于清理出了大部分 在确认的石块并没有砸到老人的下半身 老人腿部还有知觉后 消防救援人员再次尝试把老人从土石堆里拉出来 这一次依然没能把老人拉出来 消防救援人员立刻继续挖掘大石块下面 阻碍老人挪动的碎石和泥土 上方的几名消防队员也一直在用绳子固定住上百斤重的石块 给石头下方的队员提供挖掘的图形 几分钟后老人的双腿终于全部露了出来 随后消防官兵再一次尝试救赎吴永皇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上午十点四十分 吴永华老人也终于被成功救出送往医院 在消防官兵的紧急营救下 吴永华和王成英两位老人终于得救了 不过这场暴雨中还是让两位老人失去了他们的家 经过政府部门的鉴定 他们的家的房屋是微房 不再适合居住 其实在同南区还有不少这样的微房 这些居民该如何面对着暴雨中的生活呢 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 好 欢迎回来 因为大暴雨重庆同南区的一处民宅突然倒塌 两名七十多岁的老人被困在废墟中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援 两位老人终于得救了 但是他们的家在暴雨中却成了微房 再也无法居住 其实在重庆同样的老旧房屋还非常多 尤其是在暴雨中 这些房屋的风险隐患令人担忧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组织人员 对这几处微房进行拆迁 社区负责人表示 他们已经着手帮助老人申请微房补助 用来修建新家 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重庆主城区和农村的几处微房 真切地体会到了那里的生活 他叫王文仲 今年五十岁 是重庆市大族区双丰村村民 眼前的这栋老房子 便是一家四口生活的地方 房屋已经修建了三十多年 是老人借给他们的房子 夫妻俩一住就是十九年 在房屋的后墙 还可以看到去年暴雨冲垮砖墙后 重新修缮的痕迹 进入屋里随处可以看到修补的地方 后房是一家人的仓库和厨房 墙体损毁的影响还不是很大 前屋则是全家人活动的中心 吃饭休息全部集中在这片活动区域 墙面上也密密麻麻盯上了一条条木板 王文仲有两个孩子 老大患有智力障碍 需要有人专门照顾 自己又患有糖尿病 因此夫妻俩不能外出打工 只能在村子附近找一些灵活干 除了打零工 夫妻俩还种着家里的三亩多地 但是山区的土地肥力有限 只能种些红薯菜仔贴补家用 夫妻俩告诉记者 这栋老房子从五六年前便开始陆续漏雨 墙面也逐渐剥落 当初盖房子时 气墙用的竹坯也漏了出来 他们早就想把房子大修一番 但是夫妻俩有限的收入 除了支付生活开支 和王文仲的药费 还要供二儿子读书 老二读高中 每月在学校的吃住和买书费用 需要五六百元 三年下来 家里已经欠了近万亿元的债务 今年老二的高考成绩为五百多分 如果顺利考上大学 意味着家里还得继续背负一笔外债 2014年村里对这栋房屋进行了鉴定 鉴定结果为地级微房 这意味着房子已经不再适合居住 经过申报 重庆市大族区建委将王文仲家 纳入2015年第一宝残级微房改造对象 新房的地基就位于老房屋的后院 预计八月份便能完工 竣工后将会得到三万七千元的微房改造补贴 就在王文仲一家人筹划着建造新房子时 家住重庆市渝中区的中安民 也在等待着微房改造的消息 中安民一家住在渝中区九坑子澎湖区内 房子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统一建造的 如今已经服役了五十年 成千上万的白马亿已经嘛 到了每年之路约分 这个屋全部都从那个路红封来跑出来 像这个木地板下面没有钢筋吗 没得 没得没得 它是用什么来打 路红方 中安民告诉记者 当时建造的这些房子 层与层之间的平面没有钢筋 全部为砖木结构 本来已经沉重了几十年 再加上近些年白蚁泛滥 更是加剧的地面腐烂破损的程度 2001年以来 已经陆续发生过多起局部垮塌事件 他叫段明芬 为了早日解决微房的问题 他积极联络周边的住户 一起向主管部门反映这里的微房问题 我都是第一家不夸的 我都是受害者 今年4月28号 段明芬和邻居们终于得到了期盼已久的消息 经过政府部门的初步鉴定 九康子棚户区共有19栋微房 其中砖木结构14栋 砖混结构2栋 混合结构3栋 已经鉴定为D级微房的有1栋 C级微房有13栋 与众区政府将九康子棚户区 列入了2015年棚户区征收改造计划 目前前期摸底和评选评估机构工作已经结束 近期将进入公式补偿方案阶段 棚户区区改造是近年来重庆进行城市建设的重点 根据重庆市2013年到2017年的城市棚户区改造专项规划 重庆市城市棚户区改造总任务为1233.59万平方米 142701户 规划供设计323个片区覆盖了重庆的绝大部分区陷 截至2015年5月底 重庆市已累计完成城市棚户区微旧房房屋改造 3118.49万平方米 40.43万户 那么我们从2013年到2017年 按照这一次国务院的部署 我们重庆的准备再继续改造1200万平方米左右的城市棚户区 那么我们到现在为止 1200万平米已经接近完成了一半了 2009年重庆市又启动了农村微房改造计划 2009年到2014年 全市累计改造农村微房70.9万户 投入市集以上补助资金61.01亿元 就从15年到2020年 我们有40万户左右的农村微旧房 我们准备在利用这5年左右的时间 把它完成掉 把它完成掉 18年基本上把第一级围房 农村的第一级围房把它完成好 2020年把这40万户农村微旧房全部完成了 目前重庆市微旧房改造工程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除此之外 针对重庆山区气候特点 防洪减灾工作的宣传也深入进行 重庆市公安消防总队司令部副参谋长 袁修德告诉记者 外出或者住在老旧房屋里的人 应该掌握一些安全常识 一旦遇上暴雨天气 首先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遇上险情 迅速报警 等待救援 万一遇到洪水 要尽快往高速的地方逃生 如果被卷入水中 要尽快抓住漂浮物或固定物 等待救援 另外就是我们居民家中 一旦被洪水围困 那么我们不要惊慌 要尽快断电防止漏电伤人 同时我们要观察房屋 有没有裂缝的地方 如果有裂缝的地方 要尽快撤离 同时拨打119报警 等待救援 加快棚户区改造 让亿万居民早日出棚进楼 是百姓基本生活需求 解决好住房问题 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胜利益 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 要更大规模的加快棚户区改造 绝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 一边是棚户连片 暴雨更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 棚户区改造的重大意义和任务的紧迫性 作为一项国家战略 棚户区改造更是重大的民生工程 也是重大的发展工程 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建设 破解城市二元结构 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抓手 做好这项工作 还需要我们的各级政府 做出更多的努力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是央视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百年纪 穿过去 皮疗